就算你是一名艺术摄影的爱好者 也很难理解 威廉·埃克斯顿和这本导读中 这些毫无重点的照片 到底想表达什么 这些照片只能用不知所云来形容 缺乏我们一般照片中需要的一些要素 比如视觉刺激 没有 图像叙事 没看出来 平面构成 基本没有 趣味性 没有 隐喻 好像有一些但是看不出来 感情 好像也没有 最后 归根到底 这就是一位名叫威廉·埃克斯顿的 生活在美国南方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 一位富二代的日常生活罢了 问题来了 就这 凭什么成为彩色摄影之父 这个问题同样发生在1976年 这本书的同名个展之后 当时摩玛的摄影部主任萨考夫斯基 策划了这次埃克斯顿的彩色摄影个展 批评人士认为 这场展览是一种侮辱 他们无法理解 为什么他会拍摄 诸如儿童三轮车 加油站 餐桌 这样无聊的题材 一位作家形容他飘摇不定 摇摇欲坠 纽约时报称他为本年度最令人讨厌的节目 问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 跟之前我的视频讲解过的史蒂芬希尔一样 埃克斯顿也是一个区分摄影阶段的标杆式人物 读懂他 就能让你的摄影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甚至是质的飞跃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吴小龙 今天就请跟随我的讲解 一起解读威廉埃克斯顿的彩色世界 我将从以下四个方面为大家解答 为什么埃克斯顿可以成为彩色摄影之父 以及这本导读到底在拍什么 原因一 第一个用彩色描绘美国南方日常的摄影师 在埃克斯顿之前 黑白摄影术占据了极大的话语权 不仅因为彩色摄影会让人联想到商业摄影 或者业余爱好者的家庭旅游快照 而与艺术的黑白摄影相去甚远 更重要的原因 其实是技术层面的问题 首先 早期的彩色正片感光度很低 你敢想象拿一个只有ISO10的胶卷拍照吗 神神吧 很多人就算开到1000还是治不了自己的手抖 其次彩色胶片的暗访流程比黑白复杂很多 对于设备环境技术的要求都非常高 我打个比方 就像一个说了大半辈子中文的人 到了50岁再让他去学日语 虽然有很多文字都是一样的 但是语法逻辑发音却完全不同 因此在那个年代 许多大师纷纷看低彩色摄影 比如最著名的布列松 他说彩色摄影就是X 保罗斯特兰德说彩色摄影无法表达更深的情感 沃克埃文斯说彩色摄影是低级的 罗伯特弗兰克说黑白就是摄影的色彩 还有安塞尔亚当斯指着埃克斯顿的红色天花板说 他说拍不好就弄成红色的 其实吧 大师也是人 你们想一想 你看那个小区门口每天坐着砍大山的那些老大爷 上到国家政策 下到交通堵塞 指点江山平头论足 还觉得自己说啥都是对的 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这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人年纪越大的时候 越会固守自己原来的认知 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不肯跳出自己的舒适圈 所以对于陌生的彩色摄影 刚才提到的那些大师都敬而远之 他们之中有好几位其实都拍过彩色 但最终还是选择右于黑白世界 归根到底还是人性使然 然而到了威廉·埃克斯顿 情况就不一样了 他作为后辈 得益于当时彩色胶卷的进步 以及冲洗技术的提升 再加上家里有矿 便开始疯狂拍摄彩色照片 在他之前也并不是没有人拍过彩色照片 我在之前那期解读恩斯特哈斯的视频里 也提到过 像艾瑞特·波特 恩斯特哈斯 都比埃克斯顿早了十几年 就开始拍摄彩色胶卷 可他们二人 在我看来并没有把色彩和摄影 合在一起探索 而是说白了 在用黑白摄影的思路在拍彩色的照片 具体的解释 大家可以去复习一下这期节目 到了埃克斯顿这里 虽然这本导读中的照片几乎都不知所云 但我们至少还是能够看出 这的的确确是埃克斯顿本人的生活 是围绕着美国南部城市孟菲斯展开的日常描绘 这其中即使难以捉摸 但也确实渗透了埃克斯顿本人 对于他生长的这片土地的情感 在这里引用罗森布拉姆撰写的世界摄影史中 对埃克斯顿的评价 他是这样写的 埃克斯顿利用彩色胶片 对他所生活的美国南部城市中的废弃街道 废品和气质车辆 进行了细致的刻画 大家看到没有罗森布拉姆连用了三个废弃 可见他也从这些照片里看到了埃克斯顿 用他特有的明快的色彩 来反衬美国南方现实中的寂寞 沉闷与空虚 我想这种美国南方无尽的艳阳下的寂寞 沉闷和空虚 才是埃克斯顿希望通过彩色表达的东西 大家知道 美国的南方和北方 长期以来都存在着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 比如黑人问题 奴隶之问题 而且往往最终都是北方成为正确的一方 正义的一方 这在历史书上都有过描绘 因此 美国南方好像总是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无论经济 政治 文化 都没有北方来得强大 却也在这样的氛围下诞生了美国蓝调 巨星猫王等等 还有就是马丁路德金也长期活跃在美国南方 最终 他是在孟菲斯被人杀害的 今天时间有限 有兴趣同学可以去了解一下美国南方的历史 比如那部经典的电影《乱世佳人》 有了这些历史和文化的铺垫 你再去看威廉·埃克斯顿的这些照片 可能会更容易理解他所身处的环境和当时的拍摄想法 当然我在这里多说一句 埃克斯顿的杰作《棉于密西西比》 也同样透露着对于南方的哀婉之情 原因二 创造了另一种视觉语言 刚才的第一个回答似乎有点玄乎 说来说去还是拍生活 难道拍美国南方就了不起拍纽约就low吗 我觉得下面这个原因可能更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但也在彩色照片虽然平平无奇 却开创了另一种视觉语言 那就是色彩的语言 什么是色彩的语言 在这本书的前言中策展人萨考夫斯基 写了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 他说摄影师们会发现 难以同时看出蓝色和天空 这句话可谓一语惊醒梦中人 什么叫难以同时看出蓝色和天空 大家现在回想一下我们的生活经历 当你抬头看天的时候 第一眼肯定会认为你看到的是天空 然后才会意识到天空是什么颜色 那如果你硬要跟我杠 那我现在换个例子 比如我现在给你看这个东西 乍一看很多人可能会说 这是一个橘子或者橙子 但其实不是 真正的橙子在这里 那我手上拿的其实是一个按摩球 只不过颜色形状体积和一只橙子差不多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看一个事物的时候 确实是先看到了事物的特性 包括它的形状 大小 颜色 位置等等 但大脑没有停下来 它会根据我们的经验 告诉我们那个是什么东西 因此我们看到一个橙色的圆形物体 通过经验总结 脑海中生成了一个索叙尔称之为的索指 再通过语言确定了那个具体的能指 这就是普通人看待世界的方式 归根到底 说到底就是一种语言式的观察和思考 但是重点在于摄影不是这么看世界的 至少在但也这里 它关心的不是这些东西的语言学的特征 不是这些东西指什么 而是这些东西具备的图像的属性 包括色彩 形状 大小 位置 等等 这么说好像越来越玄乎了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趁热打铁 我将从这本画册中选几个例子 来给大家讲一讲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抬杠 我先承认 以下都是我个人的解读 如果有不同意见 也欢迎温和地发表见解 我们先来看这张照片 我们分别用语言和图像来思考 首先是语言式的思考 是这样的 我坐在自家的客厅里 那是一个休闲的午后 窗外晴朗 室内惬意 深情的桌上散落着一盘拼图 中间还有一个画着许多飞鸟的盒子 仅此而已 多么无聊的一张照片 好 让我们换成图像的方式来描述 很可惜的是 在这里我们还需要借助语言 但是这样的描述会很不一样 是这样的 整个画面里充满了居形和圆形 沙发 门 窗户 桌子 都是居形 正中间的方形桌上 安放着一个圆形的饼干盒 它俩中间隔了一层 不规则的块状物体 圆形盒子又和右侧的三个盘子 有些呼应 整个房间里充满了形状之间的冲突 整体棕色的基调被画面中的黑色和红色打破 却又不显得突兀 好 刚才算是热身 我们现在换一张照片 同样用两种方式来描述这张照片 首先是语言式的 现在是傍晚时分 孩子玩了一下午 想必是累了 趴在空荡荡的车库里 多么无聊的一个下午 多么无聊的一张照片 好 我们现在换成图像时 是这样的 整体统一的色彩被画面中醒目的红色打破 那是一个接近三角形的图形 与上方夕阳投影的形状有些呼应和对称 从左至右 所有元素像说好了似的一一排列过去 再看地板 天花板 墙壁 门 把画面分割成好几个部分 此时画面的秩序感被这个躺在地上的孩子打破 它的身躯不太正常 给人一种不安又荒诞的感觉 好 我们继续再看一幅作品 我直接用图像语言来描述 是这样的 整个画面中充满了曲线和直线 以画面中心为分界点 可以看到画面被水泥地面的斜线分割 也可以看到各种大小的圆形轮子 和地面的直线之间的冲突 燃烧的火盆和被阳光照射的汽车前盖 无论从颜色还是形状都莫名的有点相似 自行车和旁边的人 似乎也通过同一种颜色而产生关联 我们再换一张照片 绿色的墙面占据画面大部分 中间黑洞洞的空间里站着一位老人 如果想到夸张一些 他似乎没有脚 又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绿色增加了这种孤独的心情 再看这张 画面由三种不同面积的颜色构成 倾斜的路面又增加了一丝孤寂 甚至恐怖的感觉 好下面是一个重点的总结部分 从刚才几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出 但也的照片呢 有一个特点 就是用色块对画面进行分割 而其中面积不大的颜色呢 却能驾驭或者说同领整体的调性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我们反过来去看 恩斯特哈斯的照片 同样是画面中比较小的面积的颜色 比如这张照片中的红色 却只能称之为点缀 还有这几张也是类似的 但是但也的照片 小块的颜色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 是画面的主角 而大面积的其他颜色 反而成了陪衬 当然 这些陪衬也是必不可缺的 两者之间的形状 面积 色彩的搭配和组合 非常精妙 看久了 你就会发现 但也的彩色照片 不仅超越了黑白摄影的影调结构 还让色彩成为画面的灵魂 也不像之前的那些彩色摄影师们 只是把色彩作为一种造型工具 整本画册翻完 所有的物体似乎都记不太清楚 无非就是几辆车 几条路 几个人罢了 但是萦绕在这些物体之上的色彩 却始终挥之不去 有人评价说 它的色彩既奔放又节制 既鲜艳又冷峻 可以这么说 但也的这种用几个色块构成的 让画面显得空旷的彩色照片 表现的恰恰就是 美国南方社会现实中的彩色的空虚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人们可以体会到美国人 尤其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 美国南方的估计与疏理 原因三 继承前辈发展自我 埃克斯顿虽然不属于任何的摄影组织 却也并非师出无名 他的偶像是布叶松 也研究过沃克艾文斯的照片 他认识了美国当时最著名的 三位星际式摄影师 戴恩·阿博斯·里弗里德兰德·维诺格兰德 也认识了摩马摄影部主任 他的伯乐·萨考夫斯基 又在萨考夫斯基的介绍下认识了史蒂芬·笑尔 虽然他并没有表现出那么想要出名 但是却在冥冥之中 走上了世界彩色摄影的最前沿 当然他也没有就此停下 他最著名的名言是 我在与显而易见的东西作战 在他的镜头里 总是用不间断的爱 对待最卑微的东西 这种民主式的拍摄思路 也贯穿了他后期的所有创作中 这在摄影史上也是空前的 在这里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摄影史 就会发现 两次世界大战中断了摄影朝向艺术的发展 转而走向客观报道和新闻记事 而战后 以新记事为代表的三位摄影家 确实开拓了摄影语言自身的可能性 而他们三位的作品都是黑白的 到了埃克斯顿这里 既要彩色又不能回到绘画的老路 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于是干脆就回归原点 当绘画越来越走向抽象 走向内心的时候 摄影不是说要走向抽象或者具象 而是压根不去考虑这些问题 因为摄影要面对的不是自我 而是这个世界 摄影要从现实世界中截取片段 因此如何看待这个现实世界 是摄影最终要解决的问题 在埃克斯顿这里 现实依附于表面的彩色之上 依附于所有事物之上 镜头底下的所有东西都是生活 所有东西都是值得拍摄的东西 这就是埃克斯顿在摄影上的探索 在他的镜头里 几乎没有戏剧式的叙事 对比一下同时代的Vinogrand 你就会发现 Vinogrand的照片总是引发人们 对于照片中记录的时间之前和之后的联想 类似戏剧中的三幕剧 说的通俗一些 就是Vinogrand的照片的叙事空间是非常充分的 可是埃克斯顿并不关心叙事 他拍什么就是什么 拍车就是车 拍人就是人 他的作品也少见自己情感的直接表达 就算有情愫也深藏不落 不像同时代的阿波斯 那么用力的想去透过拍摄边缘人 来反过来充盈自己空虚的内心 世界在埃克斯顿看似不经意的照片中 呈现出孤独 期待 惊奇和渴望的综合体 这样的世界本身就充满矛盾 就像我特别喜欢的一部电影 萨姆门德斯的《美国历人》中 那只飘零在风中的废弃塑料袋 多么普通而渺小的一个事物 在有的人眼里根本不存在 但也有人会长久凝视 甚至专门拿录像机录下来 这和埃克斯顿的照片有着力曲同工之妙 原因四 威廉·埃克斯顿本人 很多时候我们在评价一张照片的时候 总是先从照片出发 只有它首先是一张好照片以后 我们才会去想这是谁拍的 继而挖掘这个人的其他作品 但是当萨考夫斯基第一次看到 威廉·埃克斯顿的照片的时候 其实先看到的是这个人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来简单地描述一下 一个拎着满满一手提箱的 反转片的美国南方人 打扮精致 衣着光鲜 眼神中还流露出一些 类似美国南方蓝调音乐的忧郁气质 话不多 也不在乎很多事情 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 还有点帅 在看他的照片 和他的人一样 从来不希望主动去讨好别人 喜不喜欢 明不明白 都是观众自己的事情 当时萨考夫斯基深知 彩色摄影极需一位领路人 他在埃克斯顿身上 看到了这种可能 随后 在他的利剑和谋码巨大的影响力之下 埃克斯顿和他的照片 就这样开启了彩色摄影的新时代 我们再回头去看看 埃克斯顿的经历 就会发现 他基本上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 年轻的时候 辗转读过三所大学 不过都没有获得学位 反而也就没有被学校教育的各种条条框框塑形 因此获得了作为一名艺术家的潜力 听到这里 你是不是明白了 怎样才能成为一名艺术家呢 对 那就是赶紧退学 好了 不知不觉又聊了这么久 关于威廉·埃克斯顿导读呢 今天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对你的摄影学习有所帮助的话 请你务必记得一键三连 真的 请体谅一个白天上课 晚上带娃 还要挤出时间做视频 保持不断根的人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那么下期节目我们讲什么呢 既然讲到但也了 怎么能不看看他最著名的一套画册 民主森林呢 好 这套画册现在就在我的手边 下期节目我们就来一起翻一翻 威廉·埃克斯顿最著名的一套画册 民主森林 你准备好了吗 传播摄影文化 掌握摄影知识 请继续关注我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